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六周年系列记者会 最中场是由副市长黄珊珊率领卫生局 产业局等相关的局处人员举行 为了为民众说明是否团队改变台北市的努力之外 在疫情当下也进行了许多的因应措施 当然也不忘振兴经济 希望为市民朋友带来崭新的城市面貌 干净的台面 崭新的招牌 摊伤服务人员除了戴上医用口罩之外 还多加了一层透明防护 希望保护消费者与服务的安全 这是在疫情中为了振兴摊伤 市府与民间合作协助转型 并且加以纳管 我们希望公司协力的成果 在疫情结束之后 台北市的民众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市场商圈完全不一样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六周年系列记者会 最终场由副市长黄珊珊率领卫生局 产业局等相关局处举行 新冠疫情从去年开始肆虐全球 在疫情发生的当下 北市府立即成立层级跨局处应变小组 进行各项的措施保护民众 这一次在现在科学的帮助之下 我们三个月就已经分离出第一株的新冠民 所以历史是会重复 但不会再重演 我们学会的进步 我们相信台北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有第一流的市民 第一流的公民 谢谢一流的台北市民 防疫旅馆 防疫计程车 各个不同的振兴纾困方案 就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在安全 卫生 整洁 便利的城市生活 也希望借由系列记者会 让民众看到市府改变台北市的决心 朝向人人盼望的未来城市而努力 就快过年了 台北市市林区公所特别设计 限定版的金牛银春满市林春节调室 邀请剪纸达人将民众DIY 此外还安排了大家到附近的华融市场逛街 体验在地热闹过节的气氛 跟着标记把深色部分剪掉 每一刀都得小心翼翼 之后把作品摊开来 传统剪纸转换成立体形态 大伙在旨意老师的指导下 金牛银春满市林新春调室就完成了 当初升线之后没有位置要折出来 所以它牛角还是躲在后面 我另外的设计是整个牛角一起折出来 结合市林对称字样与生肖牛的图案 这款独家调室 象征吉牛转乾坤 挥别疫情迎丰年 主办单位市林公民会馆 除了规划减纸活动 还安排学员到华融市场逛年货 感受浓浓过节气氛 除了一个指标的一个课程 静态的课程之外 我们也想要让民众知道一下 我们华融市场的话 也是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连货市场 然后介绍我们民众 做一个市场的一个巡礼 一个走读的活动 邀请市场自治会主任 带大家逛摊商 吃的用的应有尽有 还顺便宣传台湾本土猪肉摊 随着年节脚步接近 市场人身顶沸 大家都口罩戴好戴满 期待能平安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记者邮湘婷 台北采访不到 迎接即将来到的农历新年 台北市大安区公所在龙升公园 举办了国家清洁州扩大适施活动 邀请里长和200多位志工 进行年终大扫除 也希望能够号召民众 一起来除旧不新 维护社区的环境 大安区长林明宽带头呼口号 宣告年终大扫除正式启动 配合国家清洁州 大安区选在龙升公园 举办适施活动 除了针对区内各项弄进行清扫 同时宣导登革热防治 现在疫情严峻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重环境 把环境做得更善更美 所以登革热的部分 我们常常都请志工 有看到有水的地方都要倒掉 尽管平日就有清洁志工维护环境 迎接农历新年还是要除旧复兴 更要号召李明一起进行大扫除 另外环保局也提醒 民众家中如果有废弃大型家具 需要清运 可以趁这段时间向清洁队预约 队员都会尽数协助清除 在农历年前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的活动带动大家 把环境整理清洁 过个好年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也能够把环境卫生做得更好 防疫期间环境卫生格外重要 大安区公所号召里长 和200多位志工总动员 从即日起要展开清扫作业 整顿社区环境 让新年有新气象 记者邱世民可以被报道 冬季早晚温度偏低 许多弱势朋友因为缺乏物资 生活面临考验 有网友在网路上 号召行善团小额捐款 还邀请民间企业捐助物资 把预含用品发送给弱势的朋友们 仁安基金会也邀请了国小学生来做志工 亲自来煮牛丼饭 手做春联 让弱势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拿起锅铲煮牛肉 小朋友动作手练 接着两两一组抬上桌 开始装白饭 夹肉片 用心制作一碗碗牛丼饭 要帮弱势朋友暖胃 等一下控制一下人数 不要止 发放时间还没到 旺华平安站外 已经有限排队人潮 照秩序 喷酒精 量额温 接着逐一领取预寒物资 还有小朋友暖心祝福 你帮我叠这个啊 还叫新人快乐 我很谢谢他们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预寒物资 会发给像是街友 亲寒家庭跟单亲家庭的一些 长辈老人家 毛帽 围巾 暖暖包和睡袋 这些全是网友和民间企业 捐赠的物资 新田悠游学员的小朋友 也手作春联 让弱势朋友也能感受过年气氛 手作的春联别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或者是别在他们的行李上 然后也献上这样的一个祝福 在物资发送的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温暖 传递出去给他们这样子 帮助弱势基于同理心 送礼也得考量需求 人爱基金会还带着小朋友 探访韩室街友 借由身体力行 感受助人的快乐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是躲在水管那边 然后完全没有声音 就是我们去拍物资的时候 基于他们是很开心 然后一直跟我们说谢谢 其实在社会的 就是阴暗的角落里面 还有更多我们平常看不到 也没有帮助到的 看到街友生活方式 让小朋友大开眼界 了解行善的重要 活动发起人杨伯玉透过网路号召 在双北地区举办为期三天的活动 集结众人爱心 让这鼓扇的力量能够不断持续下去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早已经从大鱼大肉 转而享用一些家常的私房料理了 台北市中山区龙兴花园附近 有一间开了一年多的私厨餐厅 除了独家料理 获得居民和上班族的青睐 因应农历春节的到来 推出的特色年菜组合 更是供不应求 生活好评 师傅全副武装 开起油锅 把软壳蟹架得金黄香酥 接着另起炉锅 放入特制咖喱酱炒香 再加入鸡蛋增添滑润程度 最后把软壳蟹铺在咖喱酱上 搭配银丝卷 就成了色香味俱全的咖喱软壳蟹 而一般常见的红烧麦米糕 师傅发挥创意 以炒避风糖炒蟹的方式制作 铺在新鲜出炉的米糕上 酥脆软嫩的苏麦虾米糕 冲撞陶克味蕾 固定就是要让人家 拿八套菜回去 那它吃不完又要放个两三天 那我们想要的品质是 你当天可以吃完的东西 就把它吃完 因为不要放隔夜 因为隔夜热起来东西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才会推出这两套 第一套就是 如果说你们家有八个人 或者是十个人 那你们就可以买多一点 那如果说比较可能有三三五位而已 那我们就买小套的 那其实的量都是一样的 农历春节将至 位于中山区荣兴花园旁的 私厨餐厅 师傅们正如火如荼的准备年菜佳肴 为了应和大家庭和小家庭 店家分别推出五菜一汤 以及八菜一汤的围炉年菜 采用摇烧的鹿野摇烤鸡 以精华火腿炖煮三小时的五谷鸡汤 用料诚意十足 个头比白虾更大的花雕蓝串虾 以及淋上热油 香味四溢的葱油海石斑 再加上十多种食材 与金翅熬煮三小时的金翅佛跳墙 首座私房围炉年菜摆上桌 气势非凡 完全应和团圆的年节气氛 口味无与伦比 这边全部都是以木质装潢下去做的话 它这样子的吃起来 那感觉也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它自然它会 这种木头原木的话 它会散发出自己原木的味道 所以包含这整间店的一个氛围 我都觉得是不错的 私厨餐厅不止菜色丰富 就连装潢也下了一番巧思 老板蔡尊瑶希望让客人 有回家吃饭的感觉 因此全店采用木制暖调装潢 温暖又有格调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点几道私房小菜 就能够尽情享用 畅所欲言 师傅们以传统饮食为根基 展现对烹饪的新观点 创造出一道又一套的特制料理 彻底满足了韬客们的视觉 嗅觉与味觉 最后生活坑板单元 带你来看看 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艺文展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